出发去机场 我们这里距离机场非常的近 就鸡白米 我是一点多的飞机 从这里飞马来西亚吉隆坡 沉默是晚上的飞机 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这住的经验也有好处 两分钟就到机场了 这边天气是真的好 普吉岛国际机场 就停这边就行了 这都摩托车停的 这次回到普吉岛 那真的是赶上好天气了 天天都是这个蓝天 国际出发在这个新航站楼 看一下亚航在哪边 往那边走吧 国际出发是这座新航站楼 比较现代化一点 这是我马来西亚的电子签 一个月的旅游电子签 然后呢 你还需要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软件上 类似于就是做一个入境登记 你的护照号码 然后什么时候入境 从哪个国家打了疫苗 几针就相当于是一个健康码 你所在的区域现在是绿区 就这样子 就可以了 在这继续排队 好了 办托运了 我这个行李我看一下 多重啊 加这个箱子 15.3够了 我买的行李额是20公斤的 就每次都要比别人贵180块钱 比这墨贵180块钱 好了 现在已经是在换登记牌了 很简单 就是查刚才那一个就是入境码 还有一个检查一下你的疫苗接种证明 然后就是检查一下签证就好了 嗯 好了 又开启马来西亚的旅行喽 All right Jiborin San Bira 1 p.m. Gate number 12 Okay Thank you Kom Ka Jay Fly 好了 走了 好了 好了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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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准备的比较充分的这种 搞定 嘿嘿 得亏我提前下好那个软件 不然的话 又在那边 那帮人都在那下软件填的呢 好了好了 那你那个机票 只能等到晚上才能问 晚上在前面的后来办好机票 叫做退堂的 他买了一个 你给大家说一下 你买了哪个航空公司 这个航空公司我都没听说过 我住在江湖这么久 知道吗 一般航空里 男性的健保 他买了一个 就是我估计那个 那个航空公司可能只卖票 连飞机都没有的 但是 他有可能是跟阿曼航空是一块的 不是 不是 是阿曼的 结果结果他钱都交了 没给他出票 这几天 就今天晚上他再问一下 来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走了走了走了 土耳其见 土耳其见 哈达克斯展见也可以 走 好 马来西亚见 他今天还不知道能不能走 因为他那个机票还没出 好了 我先进去了 沉默 我们一块玩了好几年了 哦哦 这个车还不能推进去 沉默 我看是前年啊 前年滑雪认识的 然后去年 前年一块滑雪 去年一块滑雪过年 今年冬天呢 肯定你们还能见到他 因为我们必然还得找个地方练滑雪 没办法呀 一旦练开滑雪 哈喽 萨迪卡 盖了李静章 搞定了 不着急 哎呀 我现在先去找那个退税办公室 因为我有点东西要退税 那就这边吧 好就这里就这里就这里了 今天没什么人呢 哈喽 哎 refund the text OK 就是这个单子啊 你要在外边有一个窗口 海关那先盖个章子 我刚才忘拍了 耶 stamp 就是我已经是盖了章子 要盖了章子以后呢 你再做了ticking in 然后 过了海关进来以后呢 在这再退税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 你要是没有盖那章子也是不能退的 OK 签个字 OK 哎呀 总算欠到回头钱了 还给我退了多少钱啊 看一下啊 100 200 300 这是500 就是退了800 880块钱 眼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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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登机咯 OK Thank you KOMUKA 哎呀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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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航空 泰国亚航 这是个廉价航空啊 连的连水都没有的 啊 在这儿 无地 哎呀 先把我的东西放下 好了 泰国的这个旅行呢 就告一段落了 以后呢 可能还会回来的 到这边呢 度个假 也有可能啊 到时候再回来 回来 在这边买个摩托车 反正就是 计划变化 不断的计划 不断的变化 这样子 接下来呢 就是马来西亚了 然后印度尼西亚呀 文莱呀 新加坡呀 这几个国家 好了 就这样子了 睡一觉 起来以后呢 就到马来西亚喽 嘿嘿 经过一个半选 拜拜 拜拜 一个半小时的飞行 我已经是成功落地 吉隆坡国际机场了 很近啊 这边 随便飞一飞 反正就是一个多小时 两小时的事了 赶紧的去办入庆 温度差不多 还行 蛮大的 这边就没有这么多的中文标识了 这个机场感觉有点年纪了 哇 挺空的嘛 赶紧的 搬 入境手续 嘿嘿嘿 已经盖了入境章了 这边这个入境章盖得非常的快 不需要填和表格 不像那个泰国 又要填表格 填两张 还要照相贴照片 各种的折腾 搞死人的 真的是 这边很简单 就是他那时候申请的那个什么入境码什么的 他也没有看 也没有说是让你出示这个 疫苗接种证明什么的 都都没有需要的 直接就问了一下说你是来干嘛的 我说我是来旅游的 然后录个指纹照个像就好了 我的行李 哎呀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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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都没问题 我拖鞋放到里边的 好了 正是踏上这个马来西亚的旅行 欢迎来到马来西亚 出来了 看一下啊 先上去搞点钱 找个银行取一下 还要再办张手机卡 然后呢 再想个办法 坐一个 到巴车去市区 他这边有换钱的 我考虑了一下 我就拿这个多余的这个 泰铢换 我记得我有两张这个大年额的 一千块钱的这种 在哪 Hello I will change one thousand five hundred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OKOKOK 这个一千五只换一百五 我的妈爷 这个一下子 有点不适应了 OK OK 马来西亚这个钱 还蛮大的呀 嗯 千个字 这还有钢瓣 OK Thank you 哇 我先来看一下 欣赏一下你们马来西亚的钱 五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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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家伙真的是 你能不能够换点这个 小面额的 Hello Can you give me small cents 这个 这个大钱吓死人的 让他给我换了五张十块钱的 这十块钱就应该差不多人民币就十五块钱吧 差不多差不多 我现在看哦 哦 他这里写的有机场快线 也有巴士旅游小巴 我呢预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住宿啊 在中国城那边 China town 我现在 先想办法过去吧 马来西亚唯一具备无限数据的游客SIM卡 真是怎么讲的 有理无理 我肯定得来当SIM卡呀 哇 这是个 高手啊 无限流量卡数据卡 这边写的是48块钱套餐一个月 咱直接申请了 哎呀 现在是5点07分 这不愧是旅游国家呀 办卡的速度真太快了 3下午除2两三分钟搞定 OK Money 嘿嘿嘿 搞定了一张无限流量卡 我用无限流量卡 那是物超所值 哎哦不对 这边是又回去了 好了 现在是搞定了钱 又搞定了卡 只需要找上一个巴士 把我带到市区 这里啊 距离我订的那个 酒店大概有59公里 59公里 势必胜 2块3 这饮料不便宜啊 这饮料7块几包 折合人民币10来块了 时间一个饮料 折合人民币5-6块钱 这谁喝得起 喝个矿泉水就行了 我跟你们讲啊 就是说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出了机场 不要着急 又没人来接 在这溜达溜达逛一逛 是吧 把这几个东西都凑齐了 是吧 嗯 哎这个水还蛮好喝的 有点这个天然矿泉水的味道了 Level 1 有没有 巴士 计程车 速度车都在这 嗯 好的 正式的开始研究一下 如何去四驱 大家到了这个Level 1 这个层呢 这里有一个专门卖 巴士票的 有专门预定速度车的 就在这排个队 买张票 Hello I will to Chinatown Tena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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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must go to KS Central OK OK One person One person Six o'clock Yeah Six o'clock Six o'clock OK OK 15块钱 那还行 OK Password 意思就是我说 他说让我先去哪个地方 先到那 这个位置 然后再转车吧 应该是天空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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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好了 5块钱 这边又是去哪啊 那是这个方向 5点38分 在06号这个车道 在等着呢 就在这 目前为止 大巴车还没有来呢 哎呀 车来了 飞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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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随便选座位 飞机啊 飞机啊 哎呀 是从机场到 就是中国城那边 大概有个50多公里 我估计要一个半小时吧 你一会儿就这样子了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